这一排视频都要骑平衡车去拍 是不是改天要开车 今天给大家道道一下高山杜鹃 说出来就感觉有点小丢人 我们棚里面也养着一整棚的高山杜鹃 但是养着就很一般 不过我们也知道原因 也是棚基本上是属于没什么时间和精力来管理它 因为高山杜鹃来了以后 它需要很高的空气湿度 而我们这个棚里面差很多的意识 就会导致叶子 你可以看到它整个就不是特别的精神 不是特别的精神 另外我们这个棚里面是没有净水设备的 浇到的水 你看到这上面都有很多的厚重的水碱 还有一个就是碱性高了 这个就是没办法 有的花儿说你们在不好好养吗 确实忙不过来 因为260亩的养殖基地就会有一些个养不过来了 这个也就是花儿没见不到的地方了 其实专业养花的也不一定见得 你们就像你们想象的那样养的都特别棒 这个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物力的 之前那时候也很多的话我跟我说 老花爷我想投资我想养花 我说你要养花的话 这个东西是这个钱很难赚 真的不要考虑了 那有的话说你讲讲高山杜鹃的养护 高山杜鹃相对于其他的杜鹃来说呢 是属于那种比较难养的一种了 它需要很高的一个空气湿度 尽量的维持在空气湿度在70以上 需要相对来说一个弱酸的环境 如果说大家自己家里面养的话呢 尽量的就是做一个小蓬蓬啊 给它提高一下空气湿度 每天早上的时候或者打开晾一晾那种通通风 那么呢 跪于酸碱度这一块呢 可以没事的时候 凹一些个粪水啊 就是说繁肥水啊这种 或者是接一些雨水 来调节一下涂涂酸碱度 要不然的话时间久了也不行 用土在一块呢 用通用型的泥碳土就完全OK没问题的 或者是用一些个沙土 椰康 这个完全都可以 但对于气温在一块大家一定要盖它 高山杜鹃相对于 一般的杜鹃来说呢 耐寒能力还是有的 但是呢 如果说过度的发冷啊也会不好 好吧 尽量的就是说 室内盆栽维持在零度以上 零度以下呢还是有过冬的风险 南方的环游呢就可以地栽了 尤其是福建那种环游那种地方 其实跟山茶花的养货也差不了多少 像这种叶片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种胶边就是有点缺甲 还有一个就是过晒过热 这个东西呢是比较怕热的 相对于咱们养着的一些制作花来说呢 它就是比较怕热的那种 在夏季高温呢也会落叶子 所以说花肉们 如果说盆栽的话呢 夏天的时候要放到稍微凉快一点的地方 或者是大树底下那种通风好一点的地方 别的也没啥 因为花肉温都是那么大的吗 没有小的吗 当然了也有小的 这个东西呢 刚插下去啊 就是看着还是特别好 就比方说是现在这种状态啊 然后长一长时间长了以后呢 就会出现这种状态 没养好吧 总之就是空气湿度不够的原因 主要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碱性过高 主要是这两大原因 有第三大原因吗 当然也会有一些 因为它相对来说 洗衣没有那么洗羊 别的没啥了 希望花肉们要养高山杜鹃 一定要考虑清楚啊 没有那么好养啊 当然了这一整棚的高山杜鹃呢 我们也是养的比较麻烦嘛 就感觉就不想养了 但是扔了也觉得可惜 就一直搁置了 好了 老花一养花最转一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